中间键这一部分内容呢 大家之前在江湖里面呢 应该也学习过相关的东西 对不对 江湖里面是不是也有中间键的学习啊 那么在我们的scrap里面呢 我们中间键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间键 它其实分两种 一个叫盘轮中间键 一个叫下载中间键 对不对 那么经常我们会去操作 会去处理的 就是下载中间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一些 在下载中间键里面 对我们的请求和想象 做一些自立化 自立意的处理 对吧 那么在我们的scrap里面呢 我们要去定义 我们下载中间键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 怎么简单呢 它使用方式 说我们前面学习了 pimeline一模一样的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pimeline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 定义了这样一个 pimeline这个管道的内之后呢 我们还不能够 直接用它对不对 我们需要在我们 键里面开启起来 是不是要开启啊 在这个地方 开启起来之后才能用 其实我们的这样一个 DumpleMediaWare 或者我们SpiderMediaWare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定义好 这样一个类之后呢 我们也是直接在那开启起来 然后也是一样 放上它的位置 它的权重 它的权重呢 表示距离引擎的距离 表示数据是否 会越先经过它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 当我们自己在MediaWare中 定一个MediaWare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在这里 把它开启起来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尝试定一个MediaWare 那么定一个MediaWare之前 在我们的这个下载中间键里面呢 有这样一些方法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们下载中间的位置 它是在引擎和这样一个下载器中间 对不对 是不是引擎和下载器中间呀 在引擎和下载器中间的时候呢 会有引擎传过器的request对象 能够经过下载中间键 以及下载中间 下载器呢 请求完的响应 也会经过下载中间键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一个 中间下载中间键呢 就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呢 就是处理请求 这样用的处理响应 它对呢 分别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叫process request 一个方法叫process response process request 就是来帮助我们处理请求的 然后process response 就是帮助我们处理响应的 那既然处理请求 你们肯定要传入request了 对不对 然后还要传入什么呀 传入spider 这个spider是什么呀 当前是哪个爬虫 发过来request对象 那就是那个spider 和我们pipeline一样 我们pipeline里面 是不是在processitem里面 也有个spider啊 这个spider表示是 哪个爬虫传过来的item 对不对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processitem processrequest processrequest request里面呢 都有这样的spider 表示是哪个爬虫传过来的request对象 以及响应 那process response里面呢 我们除了传response之外 还要把request传进来 这个request表示是 当前这个响应 是由哪个请求 把哪个请求 请求发动出去了 或者说哪个请求 对应的response 对不对 我们需要把对应的request 请求的也放在这个地方 明白吗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下面两个案例呢 来看一下我们下载中间键 到底该如何去使用 那么我们在使用下载中间键的时候呢 往往会用它来干什么呢 来进行反爬的一些处理 那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添加一些 随机的useragent 对吧 那添加随机的useragent 其实非常简单的 我们知道 我们useragent是我们请求的 头部里面的useragent 那个字段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对应的 处理这个请求了 那请求它是有headers的 对不对 我们request什么话一样 然后在里面呢 是有这样一个useragent 这样一个字段 我们只用把它替换成 我们想要替换了useragent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准备了一些useragent 在这里是一个 这样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sit里面去 放这里来 那现在此时此刻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堆的useragent 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对吧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这每一条数据呢 都是一个useragent 所以里面是有多个useragent的 看见了吧 是有多个的 并不是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把它写成useragent agent list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midware里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我们的midware 当然之前默认情况下 这个可以不用写的 如果大家窗户旁边的时候 发现没有midware.py 那自己写个midware.py 或写个anerpy都是可以的 到时候因为我们需要 在setting里面指定它的位置 所以你自己具体放哪个地方 其实并不重要 对吧 有没有这样的文件也不重要 那之前这个内容呢 是我们scluffy 帮助我们自动创建的一个 它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自己来定一个midware class一个 比如说叫random useragent midware 然后呢 我们定一个process request这个方法就好了 然后地方就是request 还有spider 对不对 这样然后参数 然后对呢 我们是要给request里面的 useragent呢 添加 我们想添加了这样一个 请求头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setting里面 请求头拿过来 对不对 setting里面请求头怎么拿过来呢 那除了导入之外 还可以怎么办呀 spider.setting是不是可以的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 对不对 那么impro一下random先 因为我们需要从中 随机的选个东西出来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spider 这写错了 pid spider.setting.get 什么呢 我们的useragent list 对不对 然后就拿到这样一个列表了 对吧 那这个列表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 random模块 随机从中选一个 对不对 那就random的choice 是不是从中选的 随机选的呀 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我们比如说把它叫做uva 现在我们就有个uva了 这是随机选的一个uva 对不对 那么这往request的headers里面 它的useragent呢 agent 把它等于uva 这个时候是不是 相当于 每次方式请求的时候 都会交用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会给大家听到一个随机的useragent 对吧 因为我们呢 这样一个 下载中间进来 是每次请求的时候 都会经过它 特别是process request的时候 是每次请求都会经过它 明白吗 那么对呢 我们刚刚还 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 一个方法叫做process response 对不对 还记得吧 这个process 当下载器 完成http请求 或者https的请求之后呢 响应传给引擎的时候 调用 那所以说 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useragent 对吧 我们网中添加了 但我们想去看一下 这样一个useragent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是否真的是 在每次请求的时候 它是随机的用的 这样一个useragent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再定一个方法 定一个类 叫做 再class一个 行动住院键 class一个 比如说叫check useragent 那检查一下 我们就在enter 是不是每次真的被调用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时候可以定一个process response 这是不是当前前面的请求 请求完了之后 返回来的时候 经过它调用呀 我们就定一个process response 而且ponse 然后对的话 需要给它传request 然后传response 然后还需要传spider 对不对 那传过去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这个response得到响应里面 这个request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随机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可以打印什么呢 打印我们这里呢 request headers的 useragent 那么可以通过去想 你是不是可以打印response的 request的 headers的useragent呢 response的 request的 在response里面 确实是有request的 这样一个属性的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里 打印一下我们dir什么的 dir response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response里面 都有些什么方法 response里面是有request这个方法的 只有它这样一个属性的 但是它里面呢 是没有headers的 是没有headers的 此时此刻 这个地方response 由于它传的request进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吧 看之后呢 再给大家讲 我们跑一下成绩 看一下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我们在这定义了 定义了 定义了还是没有放过去用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报了一个错的 其实我们什么呢 model.notdefined 按钓我们接个车 它 这个是不是大家返回的问题一模一样呀 我们的pimeline里面没有定义这样一个模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写吧 肯定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它开启起来 需要把它放进去 对吧 放进去 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是一个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就是它这个名 先个useragent 对 放到c里面去开启起来 给它位置就好了 那比如说我们叫544 这个权重的 就权重此时此刻并不重要 因为一个是处理请求 一个处理响应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 谁先谁后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一个是去 一个是来 肯定都会经过它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有这样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呢 就刚刚没有给大家讲 我们刚刚呢 在这个地方主要是为了看什么呢 看我们的这样一个response 到底有什么属性 我们刚刚是通过 DR 是不是这个方法来获取的呀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request这样的属性呀 这里还有一个headers 这个headers是什么呀 这是响应头对不对 这是响应头 并不是我们请求头对吧 我们要看是请求头 所以要看response request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response.request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定了这样一个process response之后呢 刚刚这点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给它 return一个东西 return什么呢 这里其实非常明确 用must return response or request 够了non type 为什么够了non type呢 因为刚刚在这里 我们没有return 那是不是就是结果 这个non啊 所以在这里 我们需要给它 return一个response 表示这个响应呢 会到时候经过引擎 交给我们扒虫 如果我们再来 return一个request的话呢 表示这样一个请求呢 会经过引擎 交给调漏器 明白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 而在前面process request的时候呢 这里是不能return的 这里是不能return的 因为数据是通过 这样的内容呢 直接到达了我们的下载器 对吧 而这个地方呢 我们通过 在定义process response里面 是需要定义这样一个 return response的 是需要return值的 稍微有些不一样 两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呢 我们在这里打印的 这一块functor里面 那种是什么呀 是response 叫headers request 对不对 是不是response 叫request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是没有我们想要的什么 没有我们想要的 那些headers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里 并没有使用response 叫request 而那下面这个内容 对吧 下面内容就直接能获得到了 那么刚刚把这个注射掉 注射掉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重新跑一遍 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agent 是不是每次都在变 大家通过刚刚这个地方 打印应该看出来 其实每次都是在变化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 反正上一次和下一次 反正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可能有不联系的 那么几个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一共就 那么几个就是agent 所以说呢 肯定是有是一样的 但是每次请求的 肯定都是随机在选 对吧 大家可以看出来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使用我们的 再重新键的 生成一个user agent的词 然后每次使用一个 不一样的user agent 对不对 达到一定的反复的效果 这是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发现的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的 那么在刚刚这个地方 相当于我们做的 这个事情是干什么呢 就是 定义了一个process request 帮助我们专门去 添加随着user agent 然后定义了一个process response 这process response 就表示每次会检查 对应的response 的request的header的内容 对不对 user agent到底是不是随机在变的 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确实每次在变 所以效果是达到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地方 我们会经常来用 这样一个process request之外 我们还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经常会用 这个process request 那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使用代理的时候 会经常会用到它 那使用代理的时候 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给这个request的meta呢 添加一个proxy就可以了 给request的meta添加一个proxy 对应的值是什么呢 对应的值呢 是我们这样一个 协议加IPT值加端口 这样一个形式 协议加IPT值加端口 和我们之前request模块 使用是不是一样的呀 那只不过之前我们request模块 使用的时候 它是添加一个proxy 这样一个数据进去 对吧 但里面这个字典对应的值呢 也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在此时此刻 我们这个地方呢 scrap里面呢 我们是需要往beta 对应的里面 添加个proxy这样一个键 对应的只能是我们的一个代理的 是这样的样子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使用代理的时候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最后我们请到UR地址呢 是个http的这样一个UR地址的时候呢 那毫不一会儿 我们肯定是要给它 指令一个http的UR地址 如果是https的网站的话呢 我们就要给它指令一个 https的这样一个UR地址 对不对 这地方应该都可以理解 那么其次呢 我们还放一个UR IP地址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不对 我们放一个IP地址在这 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我们需要和之前request 什么话一样 我们需要有一堆的IP地址 对不对 我们有一堆的IP地址之后呢 我们随机的和下面一样 random的chall写一个 对不对 随机选一个 当然选之前我们得保证 这个IP地址是可用的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在用它之前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 这个IP地址到底可用不可用 对不对 那么关于如果简单 代理IP到底可不用 而不可用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可以使用request的模块 发动请求就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 在我们准备我们的代理IP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用一个程序 比如说这个代理IP 全部放到我们的release里面去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程序呢 不停的去读release里面的IP地址 然后呢 去发动请求 判断当前这个IP 到底可用不可用 如果不可用 我直接把它删掉 那么后续 我再通过scrappy 去从中获取IP地址的时候呢 拿到了大部分应该都是可用的 对不对 这地方可以理解吧 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不在 在我们的这个程序里面就写它了 那么到时候 大家要用这个代理IP的时候呢 只需要注意 往对面Meta这个位置呢 添加一个proxy 这样一个参数 添加一个这样的键 对应的结果呢 就放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那这是这样一个简单的IP 对不对 那后续呢 可能我们去购买一些 第三方的这个IP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它会让我们干什么呢 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 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提供用户名密码的时候呢 对应的在我们使用这个代理IP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把用户名密码带上 对吧 那这个时候 用户名密码呢 可能带上 加上这个IP地址呢 可能需要做些偶尔处理 那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这就是通过 Base64需要把这个用户名密码 做一次加密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内容呢 我们在我们的HTML课件上面呢 是有放的 那这个并不常用 那可能呢 偶尔我们才会用到 那大家如果到时候 真的遇到这种需求的话呢 这个代理IP有密码密码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HTML课件 什么方式是有的 那么当然了 大部分情况可能 我们并用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上个就不会去讲它 那么刚刚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的是这样一个 下载中介件这一部分内容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后续大家在这个下载中介件 这个地方仍然会有问题 怎么办呢 这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去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文档 我们的文档 scrubit的文档 scrubit的这地方 比如说我们搜一下 这个downloadmedware mi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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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搜错了吗 midware 这个地方它写得非常清楚 首先我们要激活一个 激活我们的这样一个下载中介件 我们可以在SEN里面开启起来 对不对 然后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现就是完成我们的档度的midware 首先也是一样定一个类 对不对 里面会有些方法 比如说process request的这个方法 然后process request 它里面写的非常多 非常多东西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process response 这我们刚刚两个方法都写过了 在这里写的 returnal response object returnal request object returnal request object or res of englore request exception 就是发起一个这样的一个异常 或者发起一个这样异常 对吧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叫process exception这个方法 在我们的下载中介件里面 一共就三个方法 我们需要自己定义 一个叫process request 一个叫process response 还有一个叫process exception process exception这个方法呢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专门帮助我们去处理异常的 如果发生异常 该怎么怎么办 然后发生异常之后呢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地方 然后它对应的介绍呢 实现一下对应的功能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其他方法 我们都是 弹幕情况是不用写的 比如说from corner这个方法呢 我们也经常是不用写的 然后对应的主要是在三个方法 那么这三个方法里面 主要是process request这个方法 那么异常这一块呢 如果我们真的 在起动的时候呢 发生异常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使用代理IP 代理IP可能爆错了 对不对 或者不可用 它可能中间呢 就发生引发一些异常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process exception呢 对应接受一下这个异常 来实现一下对应的功能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它要return什么呢 nong值 request对象 或者说是一个response对象 要么就是三个对象 对不对 那么和之前一样 如果它return的是一个 response对象的话呢 它会做什么什么事情 它肯定是会把 response的通过引擎 交给我们爬中 如果它return的是一个request对象的话呢 它除了return是一个request对象的话 它直接会把这个request对象呢 交给我们的这样一个 交给我们掉楼器 对不对 通过引擎 如果它这个地方 它写得非常清楚 如果它return是个nong值的话呢 scrappy会继续的处理这个异常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是定义了这样一个下载中间键 对不对 我们前面在看我们那个日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scrappy呢 它其实在它代码里面呢 是定义了一堆的下载中间键 和发生中间键 以及我们的extension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定义的下载中间键呢 是return这个nong值的话呢 那当前这个异常呢 会接着被其他的 就是后续的 其他的这个下载中间键呢 去处理 明白吗 这并不是只会经过 我们这里处理一次 因为它有很多下载中间键 可能它其中比如说 有一些retry的模块 可能也会去捕获这个异常 然后决定是否要 重新的去发动这个请求 那么关于这个process exception的话呢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是可以去查一下 查一下谷歌上面的资料 然后可以呢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 然后我们参考别人的样子的 也是可以非常容易的 去实现一个异常捕获的 这样一个功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样一个 中间键这块的学习 然后呢 重点呢 我们学的是这样一个 是在中间键 这块内容 好